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券商 券商今天出现了一个说量大跌啊 跌幅达4.1 那么明天怎么走 谁在砸盘 如果大家去券商板块把握不准的 只是听听完后你心里就明白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券商这个位置出现说量大跌什么原因 其实很容易理解 这个位置是前期的重要的一个什么压力位 昨天冲高回落 那么获利盘出逃 今天再次加速出逃 那么现在调整到了这个无尽量线 大家看今天是说量的 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借机洗盘 也就是说券商这一轮反弹 大家看从这里起来 对不对 这一轮反弹幅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整个券商板块反了20多个点 很多个股啊 反了三五十个点 尤其是核心龙头票光大证券 接近防防 所以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借机洗盘 我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大家没必要怕 没必要担心 券商还没走完 在这里调整后 将继续进攻 大家看一下五十均压线 能不能稳得住 稳得住 将有机会再次实现一个走强的则势 好 那个股怎么看 谁在砸盘 我们今天就砸盘了这些票做一个技术方面的解读 大家首先看啊 今天有一只票 新业大跌了八个多点啊 柴达跌了七个多点 后排很多票都跌了七个点以上 对不对 那么这些票 那么这些票怎么理解 我们就几个人期票做一个解读 一个是柴达 一个是国联 一个是光大啊 这几个票做一个解读 首先看一下柴达 首先我们看啊 柴达是为盘啊 出现一个跳水 其实财达在昨天 大家看他的一个走势 怎么说呢 这个位置 昨天一个冲高回落 其实大家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 这里是什么 前期的主要套牢盘 对不对 我一直强调大家 到了重要支撑位 或者说重要压力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大家看昨天冲高 是吧 在这个位砸盘 那么今天顺势的低开往下杀 大家仔细看 这种票是什么 连续两天放巨量的大英镑 那么这里可以理解为出货 可以理解为出货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 他的一个走势 他中长期是属于一个什么 下降趋势 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 那么这一轮为什么会表现这么强势 主要是因为 券商板块整体拉伸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 财达在这个位置 是他一个底部区间 但是连续两天放量下挫 那就告诉大家了 在这个位置的票 这个位置被套的人 在这两天 砸得很凶 那么怎么理解呢 我告诉大家 这里的话 前期这里是出现一个大阳线 放量 这是一个启动的点 所以这里的支撑 我觉得可能要到了这个位置去 也就是说他这里的调整 要到了下面这个位置去 才有可能站稳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大家看一下 三十六十结合来看 大家看一下三十分钟图 发现三十分钟图的财达证券 在这个高位 高位这个位置出现放量 对不对 你要连续调整 那么调整到位没有 没有 他这个调整的位置在两 六十年线 这里是八点八五 这位说大家看一下 他九点七 调整到位没到位吧 是不是 从三十分钟图 他来看 他六十分钟的支撑位置在八点八五 我们看一下六十分钟图 六十分钟图 大家看他的一个强支撑其实很明确 就是在这个位置 三十分钟图这个位置 对不对 三十分钟图这个位置 这个强支撑 现在他调整到了二十天线 二十天线还没到三十天线线位置来 所以他如果要调整到三十天线这个位置 那么他的位置占点八点四八 也就是说他调整的重要支撑位 其实就要到八点四八 我这么说大家能够理解了吧 那么现在是九点一六八点四八 是不是还有六七个点的一个调整幅度 好 大家看指标二门四一例子 这里出现一个高位时差 我们回到日K线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 八点 他的调整幅度八点四八在哪位置 其实大家看他目前这个位置 是无均价现在位置能不能顶得住 顶不住 对不对 那么他就应该下到下面的十均价现在位置去 十均价现在位置 大家看目前是在八点七四八点七五这样子 那么这位置我觉得不一定顶得住 下面的是八点三三 这里是多少七点九六 其实刚才说了 他在六十分钟图的一个强支撑是八点四八 也就大概在这个二十天线附近 也就是在这个二十天线附近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查达证券调整还没结束 还将继续调整 但我感觉这个位置还不一定顶得住 所以手中有查达证券的高位 这些票进场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节奏 就算你在这个位置 大金融板块 券商板块 明天后天 或者说出现一个冲高的动作 反方的动作 但我反而觉得在这个高位被套的朋友 是什么 是出货的时候 而不是加仓的时候 不是追高的时候 这个票明显的是属于券商板块的一个什么 跟风的走势 它不是这一轮券商板块的 核心票 前盘票 龙套票 所以大家要积极的去若留强 好 我们再看一下国联证券 国联证券尾盘也是出现一个下刹 那么现在是跌到了7块 跌到7.73 11块8.2 这位置到位了吗 但是从技术方面说 它调整今天有个好现象 就是它是说量 对不对 那么它下面还有实现 60年线 我觉得这一轮调整 它也看向60年线 这个位置来 60年线目前是11块1毛8 所以它调整的幅度 还有五六个点的一个下刑的趋势 那么这五六个点还不一定能够顶得住 这个60年线还不一定顶得住 其实它真正的调整支撑位 其实就到这个位置 11块1毛5 这么一说的话 它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结合30分钟图 60分钟图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30分钟图 它其实已经跌到重要支撑位 也就是说 跌到这个60年线这个位置了 它的这个位置 已经跌到位了 那么这里会不会存在一个小幅度的一个超跌反弹呢 目前来看 还没有站稳的信号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图 60分钟图 它没有跌到位 它60分钟图的支撑位 主要是在60年线 也就是11块08 大家看一下 跟刚才说的那个图 11块0 11块多 基本上重叠 所以它的第一个支撑位 就到11块08 我们回到日K线 60分钟的支撑位 就是在11块08 大家看 刚好真跟这个 这个位置 日K线里面的 60天线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这个60天线 这个位置 就是存在第一个支撑位 还不能支撑得住 所以大家注意 手中有票的 尤其是高位进场的朋友 逢访谈 大家可以考虑出货 但是没票的 但60天线 这个位置 可以考虑做DC 但是还不一定能能住 所以它真正的支撑位 其实在这下面 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10块1毛5 这个位置 它调整的幅度 和空间 还会有 但是也有个例外 比如说券商板块 说明天卷土重来 实现一个反暴的话 那么它有冲高的预期 但我觉得它冲高的话 就是大家高位被套 也是解套的机会 目前它走势是偏弱的 光大正确 顶了一上午 对吧 上午很强势 但是到下午 尤其是尾盘 加速跳水 这是获利盘 快速的出逃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K线 今天是一个放量的大英镑 那么它的龙头地位 是不是就保不住了呢 所以这里怎么看 大家看从技术方面来说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高位放置量有两种解读 一个是什么 增出货砸盘 继续往下跌 还有一个是什么 借这个机会 迎来一个倒拔扬扭洗盘 那么洗盘后 将出现快速的弱转强 大家记住啊 明天要不就是低开快速弱转强 要不就是直接高开实现一个反暴 这两种走势才是阻力要洗盘动作 否则的话 那么直接被横按钮 是吧 在这里上不去了 那么 基本上就是说明光大证券要出货了 光大证券这是出货的表现 那它的龙头地位就不保了 我这么说大家应该明白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30分钟图 大家看30分钟图 放量砸盘跌穿了30天线 跌到位没有跌到位 所以它明天还有个低点30天线 60天线 这60天线哪里 16块3 也就是说它下面的支撑位在16块3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图啊 60分钟图 它也是往下挫 今天是连续下跌 那么第一个支撑位是20天线 20天线是17块8毛5 这个17块8毛5 能不能顶得住呢 目前来说啊 很难顶得住 大家看下面还有60 30 60 那么从整个的光大证券走势看 它这一轮的砸盘啊 今天是尾盘放量砸了3 所以啊 有一种嫌疑啊 就是说借这个利空啊 或者说借这个调整 快速洗盘的目标 所以明天很关键 大家记住了 明天大家看啊 这个5日均价线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是很关键 如果光大证券 这个5日均价线 这位置啊 能够顶得住的话 这个位置能够顶得住的话 那么它将继续往上反弹 好 往上反弹 所以明天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光大证券要低开后 快速的转强 这才是最好的策略啊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那么可以留意一下5日均价线 如果它在5日均价线这个位置 能够顶得住的话 后期将去反弹 攻击上面的高位 今天的21块855这个高位 还要攻击 那么攻击以后 它有可能走出一个 二波的走势 当然啊 前提是要出现 有资金 在底部 去接 好 综合来看 今天的券商板块 我觉得 整体是一个说量的调整 也就是说 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是有洗盘的目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不排除券商 再次出现反暴的走势 但是出现反暴走势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分清个股了 要去弱留强 好 这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